大家好 我是STAR 我本身是很鼓勵人家買二手車 要買車的話要買二手車 不要去買新車 但是每次當我講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叫他買二手車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擔心說 蛤 買二手車等下有問題啊 怎麼辦啊 6月10日後結束 趕快點擊以下連結的報名吧 掌握致富二技能哦 Uber 可以說是 簡單來講就是 只要關於到車都關於我啦 未來你本身會鼓勵人家買新車 還是買二手車 如果是很貴的車 例如BMW Mercedes 這些我鼓勵買二手 所以多高的價錢 以上的才應該買二手 不可以用價錢來定義說 到底這個值不值得買二手 或者是買新 應該是要用 它的貶值率 兩年它貶值的%是多少 越高的就越應該買二手車 我覺得是這樣 什麼樣的車的貶值比較多 Warswagon啊 Mercedes啊 BMW啊 我覺得這些都是貶值比較快的 尤其是你很明顯看到 新車跟三年的車 它的價錢就是一半 所以我這個時候你進場二手 是絕對值得 可是如果是那種 Toyota Honda Camry 先 for 這種車勒 我就覺得說 不大需要去買二手車 因為為什麼 它的貶值啊 貶值率很少 就好像你現在你買一輛新的 Wars 90千 你三年後賣 你賣70多千 它的貶值率才那20多千 不如你買新車 可是你看啊 如果是 我貶值率是很對 可是貶值率是嘛 越久的貶值率越低 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前面三年它可能 對 可是你看啊 就在第四年到第六年 它的貶值率可能三年跌一個15千 本來可能先跌一個 前面三年跌一個30千嘛 如果就跌一個15千嘛 慢慢就越來越少 那麼貶值率越來越少嘛 你看啊 所以 如果我們買70千的二手車 跟你買一輛新的話 你看它三年過後的話 你這輛車可能貶值 就要65千 可是70千的可能貶到60千 一個是貶25千 一個是貶10千罷了 但是給我的感覺是什麼勒 如果你虧這個這樣一點點錢 而且你的那個享受是沒有那麼多 你知道日本車的spec咯 它給你的享受是沒有那麼多 對對對 當你在享受的程度去想這個問題 你不能單單只是想錢 對對對對 你懂什麼意思啊 所以你單單只是想錢 這樣對咯 你全部買二手碼對 對對對 沒有錯的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以前是300千的車 現在我買五千買咯 對 但是我的享受是300千的享受 對 但是你現在買這個二手車70千 新車90千啦 對 我的享受是90千的享受 但是我要給70千 你這樣待咯 你這個從感受的角度來 你看看啊 對 一定是對的 所以我的plotty是能不能 接受到這點先 你想看啊 你多買新車的話 可能它的貶值兩年 是可能是多一個10多錢 嗯 所以你其實一月是500塊 你這個500塊是給我省起來啊 哦對對對 所以有時候在想說 值不值得先 你為了這個多一個享受 而去花 你有沒有這個資格去 享受這個享受 所以其實我是 我是很鼓勵 他們就是買 當還知道不起的時候 還是沒有什麼資產的時候 其實最應該就是 買一個二手車 我會鼓勵是買到 10多20千的二手車 我覺得車是 是人生中最不值得的投資 車是一個很大的消費 買一輛Vios大概 八萬塊的話 五到七年下來 他會虧一個 五萬塊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七年這樣子 每一年大概虧一個八千 你看這個這個五萬塊 欸你 到時候拿來結婚啊 什麼啊那些 因為你的資產就少了一個 五萬八萬 我覺得尤其是在 年輕當開出社會的時候 那個 資產是很重要的 你要好好管理這個東西 很辛苦的那樣東西 對對對 從性價比上 我還是鼓勵人家買二手車啦 對 所以人家買二手車 就會很擔心一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二手車就有很多麻煩啊 會有很多問題啊 如果是的話 怎樣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OK 這個問題呢 其實很多人都問過我 很多人也有煩惱這個問題 然後到最後沒有辦法 然後就 就去駕駛行車 對 其實是 什麼東西呢 就其實看辣 有些人買了二手車 十年都沒有問題過 對 有人買了二手車 兩天過後就出燈了 對對對 所以這個東西 第一 你講看lug 但是有些人lug不強嘛 這樣就靠後天的努力 後天努力什麼 你給多一點錢買warranty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有warranty了 for這種二手車 for零件warranty engine 牙箱 這種東西開始有warranty了 什麼sensor 尤其是德國車的那種 外國車他們比較多 那種sensor的東西 日本車就比較少 所以你只可以靠後天的努力 去彌補這個空缺 ok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還是看 個人的習慣啊 啊對 然後 然後我覺得人家不喜歡買二手車 是因為我覺得 人很怕這個風險的問題 因為買二手車有多的不warranty因素 對 他不能confirm這個東西 good 沒有問題 但是原來他買新車的時候 他就覺得 其實買新車 也是因為搶家 對 搶家給你warranty嘛 這樣子你買了二手車 如果你買了warranty 你為了這個安全感啊 你為了這個安全感啊 給了warranty 付出多那麼多 warranty 多吧warranty 那個安全感 為了那個安全感 我要給多一個三十千五十千 是 這只是一百千 你不懂你很難講的嗎 如果沒有換款三年 他扁一百千 你買回那個款 其實你是享受著 跟人家一樣的東西 但是你給多一百千 是為了安全感 是為了安全感 所以如果我要總結 我會想要總結啊 就是說 我覺得 人生有追求 追求測什麼是ok的 可是 是要在你的能力 判斷裡面 肯定 然後也 有這個東西是好事情 因為它會是一個動力 來讓你去 往這個目標 前進 對 因為你很想得到那個東西 所以我要 到怎樣的standard 我才可以擁有那個東西 這個是好事情來的 如果你想真的 真的希望到那個 到那個level的話 前期的理財 規劃就很重要 對 因為尤其是你在前期 我每次會講說 如果在前期的時候 就花了很多的 錢在這種消費上的話 因為到最後你 你會因為這個而辦 時你自己的選擇 到最後真的是 既然有一個機會 來找你創業的話 因為你又缺了那個資金 可能就少了那個 少了那個機會 所以理財規劃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們要上課 可以找spot來上課 對 ok 可以 對 我們有理財投資訊電影 來上我們的課程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 VLAN的這個 給我們的訪談 所以我們感謝他的來 所以 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這個 汽車的資訊的話 就可以到他的 Youtube頻道去看 他的Youtube 打在這邊 ok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他 ok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 理財投資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關注 好 我們下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Spot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 越早管理財富 財富越早跟著你